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从迪卡尔第一哲学陈思集里边 他就是在叫我思实体 叫思想实体 广言实体 当然按照他给实体下的定义 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实体 但是如果不考虑上帝 思想不依赖于广言 广言也不依赖于思想 所以他们是有限的实体 那么斯比诺沙要克服迪卡尔的二元论 提出了实体一元论 实体即自因 把思维和广言降为实体的两个属性 那么实体体现的是客观性的因素 你看这个宇宙万物的实体 我们通常不严格的去说 就可以这样去说了 那么主体的概念 主体的概念在近代以前 这个词其实和人是没关系的 它就是在一个判断中的主词 一个判断中的主词 subject 主语 主词 只是从近代哲学开始 像霍布斯 像笛卡尔开始 这个主体和人相关 以后我们一讲主体性 我们想讲全是和人相关 人是主体 人是主体 但在黑格尔在这里面讲这个实体 即主体 我们切不宜 不要把这个主体理解为人 人的精神性能 人的精神 不是的 黑格尔强调的主体是能动性 能动性 所以实体即主体 我们不要把它理解为实体加主体 你说真理是什么 实体加主体 不对 它强调的是宇宙万物的基础和根据 不仅是客观的 而且是能动的 它自身就是能动的东西 其实我们要是考虑哲学史的话 实体即主体这个思想 跟亚里士罗德有密切关系 大家想一想 亚里士罗德给实体下的定义 在范州篇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定义 就是实体 是吧 就是叫什么 不依存于一个主体 也不表述一个主体的东西 比如说这一个人这一匹马 对吧 也就是说在一个判断之中 它既不存在于一个主词之中 它也不表述主词 反过来说 只能当主词 而不能当宾词的东西 绝对主词 亚里士罗德说 这叫实体 你看一看 亚里士罗德是实体和主体是一个东西了 那实体和主体一个东西 但是中间经过了两千年之久 尤其是经过近代哲学 笛卡尔这个主体性的 自我意识原则的洗礼 黑格尔的这个主体 和亚里士罗德不同 它更强调的是能动性 强调能动性 黑格尔提出这样一个原则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用它自己的表达 就可以看得出来 实体基础体 说的是什么 实体是活的实体 是活的实体 它不是将死的实体 是活的实体 能动的实体 黑格尔这样一个思想 都是有所指的 有所指的 你比斯宾诺沙强调实体原论 我们知道黑格尔 对于斯宾诺沙是非常钦佩的 他在卓越史讲演录里面 讲到斯宾诺沙 他讲过这个话 要么是斯宾诺沙主义者 要么不是哲学 一个人要研究哲学 首先要做一个斯宾诺沙主义者 为什么 你要认识宇宙万物 你首先要是讲实体 讲客观性 讲意缘论 斯宾诺沙 讲到这 但是斯宾诺沙的实体 的确缺少自我意识原则 我们讲 它的本体论 由实体属性 样式构成 而实体是唯一的 实体是不可分的 无限的 永恒的 实体即自因 那么实体 从人的理智来看 有两个属性 就是思维和广言 那么具体的分输 也就是我们所见到的 这样一个大千世界 现象界 叫做什么 叫做样式 斯宾诺沙 它区别实体和样式 也就是说那个世界的本源 那个根据的东西和那个它的表现 最重要的那个区别 讲的是什么呢 实体是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 样式是什么 在他物内并通过他物而被认识的东西 区别的很清楚 一个在自身内 实体即自因 具体事物是他因 是吧 我们说一个事物的存在 总有原因 原因也还有原因 以此类推 以至无穷 但是你那个实体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个自因的这个实体 怎么能够表现为这样一个有差别的世界 缺少能动性的因素 用黑格尔的话说 缺少自我意识原则 相反 康德和费希特 我们说 坚持思维就是思维 也就是说 他们在强调能动性 强调主体性 只不过只是在主观性的范围内 强调能动性 对吧 那么 黑 谢灵倒是要超出这个 这个 一个是客观性 一个是主观性 对吧 要超出这样一个对立 他寻求两者之上的那个 绝对同一性 但是 他却是一个无差别的同一性 黑格尔在精神像学序言里面讽刺谢灵 他就是我们可能都知道的一句话 叫黑夜观牛 一切都是黑的 说你那个绝对同一性 无差别 既然无差别 就一切差别都不见了 就像黑夜里面看 牛有黄牛 有黑牛 还有花牛 对吧 可是你在黑夜里面去看 那个差别都没了 是吧 你怎么解释这个世界 我们讲谢灵说 我们也讲了 你那绝对同一性 无差别同一性 和这个有差别的世界 你怎么解释 怎么解释这个关系 正是针对这样一些问题 近代哲学 在行人上学上的一些问题 黑格尔提出他的实体基础体的原则 实体基础体的原则 这个我想黑格尔这个实体基础体啊 他很重要强调一点 这个实体的确是唯一的 的确是自因 但它绝不是一个无差别的统一性 是吧 而是在自身之中就蕴含着否定性和差别的 是吧 你既然实体是自因 那么它的运动方式是什么 它展开自身 成为这个世界 表现为这个世界的方式是什么 它体现在实体的能动性 它一定讲这个实体是个活的实体 正因为实体自身包含着这种能动性 它才可能是一个发展出来的现实 你才能解释 这个宇宙万物的那个原因 和宇宙万物这个结果之间的关系 那个原因怎么演变成 表现为这个世界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是怎么从原因中发展而来的 是吧 你在黑格尔看来 只有我们把实体看作是主体 活的实体才能解释这些问题 黑格尔在这段话之后 在我看来 一切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 主体而同时理解和表述为实体 表述为主体 是吧 实体即主体 后面他有一大段话来解释这个实体即主体 基本上分成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黑格尔讲什么呢 就是只有当我们把实体同时理解为主体 理解为自己展开自己的运动的时候 你才能说明它的现实性 你如果理解为斯宾诺莎士的实体 缺少能动性的原则 自我意识的原则 那么它怎么显现为这个世界 实体如果不是能动的 它怎么能够产生出这个世界 或者体现为这个世界 表现为这个世界 我们没法解释 反过来我们从宇宙万物的现实性 如果我追问现实性产生的根据 那么根据一定是活的 一个活的实体 其次 怎么理解这个活 你活的实体活在什么地方 你实体即主体 这个主体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否定性 黑格讲否定性 实体 这个作为主体 这个能动性就体现在 它自身中包含着纯粹的否定性 既然它自身之中包含着纯粹否定性 那么它就自身分裂为二 以自身为对象 把自己变成对象 然后克服洋气这个对象 重新回到自身 成为现实 这个话说起来非常思辨 非常悔涩 其实 想一想 我们知道 否定性 我们学过辩证法 我们都知道 一个事物运动发展的动力 和那个生命原则 就是那个矛盾运动 对吧 那么 你如果讲那个宇宙万物 那个最高的根据 那个实体 它就不是一个具体的否定性 它一定是个纯粹的否定性 你在具体事物之中包含着矛盾的双方 但是在那个最高的存在 这个否定 它一定是自己否定自己 自己否定自己 纯粹的否定性 它否定自己 把自己变成对象 于是就出现了自然 把自己对象化 外化 是吧 但这不够 我还要通过对自然万物的认识 才能成为自觉 才能成为现实 这是通过人类精神的认识活动来达到的 来达到的 这个 所以我想 实体 即主体 它自身中就包含着能动性 那么 也就意味着 我们 我们不要把这个宇宙 它的原因和结果分开来看 它是一个整体 它是一个自我运动 自我展开 自我实现的一个过程 自我实现的一个过程 那么 发展出来 显现出来的 所有一切 原初就蕴含在开端之中 但是潜在的 它异化为 或者外化为对象 它自身 否定自身 把自己变成对象 表现出来 就是我们面前这个宇宙 那么通过人类精神 对它的认识 也就达到了 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 那么你这样 再来看 这个过程的话 它是一个 潜在展开到现实 其实它就是一个 自成目的的活动 自己实现自己 原初的潜在的东西 展开为现实 用黑格尔的话说 叫什么 预旋终点为起点 以终点为目的的圆圈 黑格尔把这个实体基础体的发展过程 比于一个圆圈 这个圆圈就是目的和目的的实现 目的和目的的实现 它是一个东西 自身回到自身 我们说最初的目的 你可能是潜在的 这是现实的 目的最初是潜在的 它还不是它自身 只有当它最后 达目的完全实现 它才能说成为真正的现实 黑格尔强调 这个开端 还不是现实的真理 只有到这个结果 它才是真正现实 所以黑格尔强调发展 强调运动 强调最终那个结果 而不是强调那个开端 不是强调那个开端 它是一个目的性的活动 自称目的的一个 目的的实现 自身目的的实现 我们想 黑格尔的这样一个思想 你可以理解人在认识活动中的地位 其实这样一个展开过程 恰恰就是它的哲学全书的三个环节 逻辑学 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 逻辑学讨论的是纯粹的本质因素 自然哲学讨论的是它的外化 也就是说表现为这个自然 精神哲学讨论什么 就是阳气这个外化 认识到这个宇宙万物的本质 使它成为真正的现实 这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哲学体系 就是它的哲学体系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在黑格尔哲学里边 有些概念我们要做区别 比如黑格尔讲绝对 我们有时候不太区别 绝对精神绝对理性 其实要知道绝对和绝对精神 在黑格尔里面是有区别的 因为黑格尔讲过程 那个潜在的东西 我们可以称之为绝对 但只有在人类精神那 绝对才成为精神 你在自然中绝对是自然 还不是精神 只有在人类精神 认识这个世界过程中 绝对才成为真正的精神 才成为真正的现实 所以当马克思说 这个精神现象学 是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 和秘密的时候 起码有一点我们想知道 你黑格尔那个绝对精神 从哪来的 我们有时候批判黑格尔 我们说黑格尔这个神秘性 说在显现为自然之前 他首先在宇宙 不知道哪个地方在逻辑推演 然后他外发现实 然后达到了人类精神 其实黑格尔那个绝对精神 是讲的 他在精神现象学 要讲的那个过程是什么 人类精神就是绝对精神 黑格尔要说讲能动性 没有能超过黑格尔 黑格尔把人类精神提高什么高度 他就是绝对精神体现 绝对精神要通过人类精神 才成为现实 通过人类精神 这个宇宙才能达到自我意识 他是整个宇宙发展的最高阶段 也是体现了宇宙的最完善的阶段 黑格尔体制最高 但是反过来来讲 人们也会觉得 黑格尔把人类精神 只是看作是绝对精神 时间自称的一个阶段 这一点是后来哲学 不满黑格尔的地方 就你变成了工具 变成了绝对精神 实现自己的工具 这是人们不满黑格尔的地方 但是无论如何 绝对和绝对精神 是要有区别的 那么我想 黑格尔在这个 精神像学序言里边 就有很多地方讨论的问题 就和以往哲学不一样 你看我们一般讲 那真理就存在在那 然后我去认识它 我也许能认识 我也许认识不了 我认识不了 那不可知论 或者怀疑论 对吧 真理似乎就客观存在在那 现成的东西 黑格尔不承认 黑格尔认为真理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你说真理存在在那的确如此 但它充其量不过是潜在的 只有通过我们的认识活动 把它 让它成为现实 让它成为现实 那么 所以开端在它那不是真理 往往那个结果才是真理 真理一定通过发展的过程 才能实现出来 才能实现出来 而且真理一定是全体 这是黑格尔的辩证法 贯穿的一个思想 就是任何认识活动 的确都有局限性 但它也包含着有价值的因素 发展的过程 无非就是继承 在先阶段的合理因素 而克服它的局限性 那么这样看 认识活动 它就是那个 合理因素不断的积淀 最终 所有的合理因素 积淀到最后 形成那个全体 这才叫做真理 真理是圆圈 这个我们前面实际上讲 它是一个目的 展开到现实的一个过程 到现实的过程 那么黑格尔的宇宙观 我们作为一个比喻 其实从康德以后 尤其康德的判断力批判 引入了目的论的因素 虽然康德一再强调 这只是我们看待自然的 调整性的原理 也就是说 在自然中能够被证明的 只不过是那机界的 自然因果关系 目的论是不可能 做到证明的 但它不妨碍 我们这么去看待自然 但是康德之后 菲德 谢林和黑格尔 就是要把自然 看作是个目的性的东西 而这一点 其实就引入了一种 有机的宇宙观 区别于牛顿力学的 那种机界的自然观 德国古典哲学的自然观 它是一种有机体 以有机体 以生物学的有机体 作为模型的 这样一个宇宙观 我们做一个比喻 你很好理解 黑格尔这个思想 就是一棵树种 长成大树 显然成为这棵大树 所有的因素 都蕴含在一棵种子里边 但是你绝不会说 那种子就是树 只有当树种 长成大树的时候 我们才说它是现实的 那才是现实的 那么树种 长成大树 其实就是一个 潜在展开到现实的过程 那么我们这是讲树 我们说一个具体的树 你当然有很多 其他的外在条件 你比如说你要有阳光 水分 土壤 等等 假如你想 黑格尔所要考虑的问题 是宇宙的种子 那么你要考虑宇宙的种子 它就像一个宇宙之树 是一样的 一切长成宇宙之树的 所有因素 原本就蕴含在那个树种里边 宇宙的种子里边 潜在的 那么它表现为这个宇宙 表现为这个宇宙 说到这里边 我们可以借用一对概念来说明 大家如果前面学西方哲学史 讲到布鲁诺 或者讲到斯宾诺莎 其实都会遇到这样一对概念 叫natura naturans naturata 叫做能生的自然和被生的自然 其实也可以翻译成 作为原因的自然和作为结果的自然 斯宾诺莎强调的是什么 就是作为原因的自然和作为结果的自然 是一个自然 是实体即自因 是吧 你从一个角度看它是原因 你从一个角度看它是结果 它是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看 我们用这样一个概念 这对概念 你要审视哲学史的话 你会发现什么呢 在希腊哲学最初的时候 人们真是强调的就是 这个natura naturans和natura naturata 是一个东西 那个本源本身就蕴含着发展出来的东西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本源的展开 所以宇宙生成论 这个世界就是水火土气 宇宙生成 万物从它那来 毁灭之后回到它那去 一切都在变化 唯独它不变 本源 阿尔黑 对吧 那个原因和那个结果是一个东西 在希腊人最开始思考问题的时候 他们所说的那个原因 和我们现在这个原因不一样 我们现在讲原因 基本是牛顿力学以后 讲因果关系 一个事物的存在 总有其存在的原因和条件 以此类推以至无穷 这个世界你可以看作是一个因果链条 但是古人讲那个本源 阿尔黑 是开端 是万物的原因 也是万物的主宰 它并不因为产生万物 那原因就不存在了 那个原因和结果是一个东西 是统一的 但是大家想一想 进入到中世纪之后 在基督教神学背景之下 这个作为原因的自然 和作为结果的自然就分开了 上帝从无中创造世界 对吧 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 上帝无中创造世界 上帝是创造世界的那个原因 这个世界是创造出来的结果 那个作为原因的 上帝和作为结果的宇宙分开 但是布鲁勒也好 斯宾诺沙也好 他们的泛神论思想 为什么会受到 和无神论同样的遭遇和待遇 因为斯宾诺沙饱受迫害 对吧 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 在他看来 上帝并不存在这个世界之外 上帝就作为这个宇宙的原因 就是自因 它就是宇宙之中的神圣存在的必然性 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说 黑格尔继承了斯宾诺沙的思想 黑格尔应该说是 有史以来最大的泛神论 这个宇宙是什么 它自身的原因显现出来的结果 它就是把这个原因和结果 看作是一个东西 只不过黑格尔在强调的是 这个一定要在结果中 它才成为现实 那个原因是要 实体即主体 它是活的实体 它是能动的 它能够展开为自身 显现为宇宙 最终产生出人类精神 反过来认识这个宇宙 最终就使这个宇宙实现了自觉 达到了自我意识 达到了自我意识 这个我想 我们前面关于 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的原则 大致就是这样一些内容 我希望大家对实体即主体的东西要把它理解透一点 因为这是理解黑格尔的一个关键 理解黑格尔的一个关键 也是黑格尔区别于 我们看德国古典哲学 你从康德菲特谢林黑格尔 我前面我记得我讲过一句话 我说费西特更接近于康德 黑格尔接近于谢林 的确你可以把德国古典哲学分成两组 费西特还是在康德的范围之内 你看他讲知识学 他在讲 哲学的目的就是要给经验提供认识论的根据 讲绝对自我 他还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谢林就超出去了 他用自然哲学来补充 康德哲学或者菲特哲学这个缺陷 所以谢林是自然哲学的创始人 而且他强调要超出主体客体精神自然 在他之上寻求那最高的统一 你菲特讲自我非我 他是相互限制的 都不足以充当哲学的最高原则 那么谢林要找到那最高原则 但是那最高原则是绝对统一 就是无差别的统一性 黑格所做的很重要一项工作 就是让这个绝对无差别的统一性 让它有差别 让它成为活的实体 让它具有能动性 来解决这个宇宙的实体 和这个宇宙表现出来 也就是本质和现象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那本质和现象之间的这样关系 你在黑格这来讲就很容易理解 那本质 为什么黑格强调现象即本质 因为现象是什么 就是本质的显现 就是本质的显现 虽然在这个发展过程之中 每个显现的阶段都有其局限性 但它也有合理性 也有合理性 那么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 最后要达到那个结果 就是摆脱了所有的局限性 让所有潜在的东西都得到实现 所达到的那样一个结果 达到那样一个结果 所以黑格讲 实体基础体 绝对既精神 也就相当于存在既思维 既思维 神里也有这些